很多人不明白的是呢 现在到底是保劳市还是呢 保实体经济 今天就这个话题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那么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要从98年开始说起 98年呢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势 第一是人口的发展趋势 过去呢很多人的工作 离不开家乡都在呢周边延展 那么可能当时的收入很低 但是当时我们还是以农业为主 也就是说呢以种植为主 到了98年以后出去打工的开始多了 打工到哪里去就到大城市当中 这个时候呢人口开始出现大迁移 所以呢我们每年都可以看到春运 这个时候呢人口还没有大规模的迁徙 也就是说呢当时人们出去了以后 到过年还是会回家的 但当时呢人口的这个流出呢 也分了两个方面 要么呢是创业 要么呢是打工 创业那不用说了 当时呢是鼓励大家经商下海创业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去城市当中 直接呢投入到这个城市当中的建设啊 成为呢打工者 人口的迁徙呢就导致到城市的人越来越多 城市的基建也越来越好 大量的人呢开始发现在城市里面也挺好 最起码要比农村强 于是就有了在城市扎根的想法 那么同样在1998年我国的这个房地产开始改革 以前呢是分配的制度 现在呢变成了商品房可以呢自由的交易 那后面这20年房地产发展的什么样 我其实不用多说 大家都经历过到现在呢房价仍然处于高位 虽然说房价已经稳了 但是房价稳的同时房价仍然很高 那么随着这20年的发展呢 我们发现呢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有钱的很有钱 没钱呢只能混个温饱 还有的呢买房子也是一样 有房的可能有很多套房子 没有房子的呢连首付都拿不出来 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房住不炒 那么房地产就是一个畸形的发展 过去20年房地产的发展呢 就是一个畸形的发展 那么最起码有三点影响了我们老百姓 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购房难度加大 因为首付比较高嘛 而且呢老百姓消费的欲望降低 整体的消费呢是比较低的 这样呢就不利于经济的内循环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有很多地方政府呢 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那么土地呢卖出去一块少一块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高房价 让这个实体经济边缘化 很多呢上市公司他们有实力 但是呢他们拿着钱又去买了核心地段的房产 充当了炒房客的角色 所以呢如果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下去 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 而且呢房价也会越来越高 所以在2016年这一切都改变了 在2016年的年底提出了房住不炒 房住不炒呢是从多个方面开始诊治房地产 首先第一点是对开发商 开发商呢过去是无序的扩张 现在呢不让你扩张 首先就是降负债 如果不降负债 那么你再没有办法去拿到钱 拿新的土地 这一招对开发商是非常狠的 所以呢你会看到过去几年呢 有开发商在爆雷 为什么爆雷 就是因为他本身的负债已经很高了 已经达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了 所以呢最后清点的时候 发现自己完全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对银行 银行过去呢放款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因为有利息转 所以就是大量的往外放款 但是忽略了很多最基本的审查 导致到居民的杠杆率越来越高 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 我们从过去几年呢 这个法拍房的数量就可以看到出来 很多人买了房子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能力换贷款的 最后呢把房子直接扔掉 成为法拍房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开发商 爆雷以后呢 房子呢极有可能成为难尾楼 影响了我们购房的群体 对于炒房客呢 也是全面的围堵 包括有很多炒房客 现在已经离场了 或者说还有很多降价卖不出去 已经被套牢了 从这几个方面来讲呢 楼市现在已经趋于稳定 2022年的一季度 这个房价的均价 已经呢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 那么未来房价呢 还会逐渐的回归合理 对呢很多人讲到这里就会问 那到底是保楼市还是保经济 其实这里的答案就是 两个都需要保 在过去20年呢 房地产为我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任何一个行业 可以完全的替代它啊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明白怎么样去保楼市 保楼市说了两个很关键的问题 第一维持房地产健康平稳的发展 正因为要平稳的发展 所以呢才有房住不炒 以及后续的无数次政策 还有第二点 保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保护刚需 那我们再说怎么样去保这个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首先在去年就提出了 经济内循环 经济内循环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要消费 那么消费现在怎么办呢 一方面有高房价 我们打压它 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想办法 让老百姓的钱袋子再次鼓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相应的金融政策出来 比如说小微企业贷款优惠等等 发放这个消费券等等 这些都是在促进消费 保实体经济 也就是说 未来房地产也需要发展 实体经济也需要发展 两方面都非常重要 但是呢 都要确保健康平稳的发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